欢迎来和妈妈老师 一起看错 一起学习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妈妈老师 欢迎你们收听 妈妈老师我想问问题 这是一个为全世界的 好奇小孩设计的podcast 欢迎你们问妈妈老师 各式各样你想到的有趣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探索 一起学习 一起去找答案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嗨 各位小朋友好 我是妈妈老师 今天妈妈老师 又要来跟你们介绍一位新朋友了 这次这位新朋友 是妈妈老师的好邻居 小书虫 小书虫是一只很可爱 很好奇 住在妈妈老师后院的菜园里 又很喜欢吃妈妈老师种的菜 可爱的可爱小菜虫 小书虫今天要和我们一起探索 一起学习 一起去找答案哦 我们接下来就要一起来欢迎小书虫 大家好 我是小书虫 我今年四岁了哦 我现在住在妈妈老师的菜园里面 我最喜欢吃妈妈老师种的蔬菜了 然后啊我也好喜欢看书哦 因为看书可以让我学到新的东西 偷偷告诉你们哦 我有很多问题 都是在书里头找到答案的耶 今天妈妈老师告诉我 有很多小朋友跟我一样好奇 问了好多问题 所以我好期待哦 妈妈老师 你可不可以快点告诉我 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 我好想一起去找答案 小书虫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讨论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就是人为什么会变老这个问题 各位小朋友 我相信你们生活中都有认识一些老人 或是有看过老人 这些老人可能是家里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或是有些时候你们在路上 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那妈妈老师收到了好多好奇小朋友寄过来 关于人为什么会变老的问题 像是为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看起来比较老 为什么老人有白头发 那老人也像小孩一样喜欢玩吗 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研究这些问题 不过各位小朋友 你们这次真的很厉害 问了妈妈老师 好多好多跟变老相关的问题 妈妈老师发现 我在一集的podcast里面都讲不完 所以我这次决定 要把人为什么会变老这个主题分成上下集 那我们今天就要先来回答第一部分的问题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哈喽 我是阿壮 我今年九岁 我想问 人为什么会变老 我是Winter同学 我今年六岁 我想问的是 老人为什么会变老 我想问的问题是 只能问一个问题吗 刚刚每个小朋友问的问题 我也都想问耶 为什么人会变老啊 还有啊 我有的时候会听到妈妈说 妈妈变老了 可是我的妈妈没有白头发呀 那为什么她也说她变老了 我也会变老吗 妈妈老师 你觉得你有变老吗 各位小朋友还有小书虫 这些都是很棒的问题哦 可是在讲 人到底为什么会变老之前 妈妈老师想要先来反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反问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换妈妈老师来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想要问你们的是 变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是变老 难道变老就是一个人长很多白头发吗 还是变老是一个人变成一百岁的意思啊 到底变老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趣的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变老 妈妈老师也会变老 小书虫 你也会变老 那变老 是每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中 都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 只要是活的东西 像是人 动物 或是植物 都会变老 那接下来妈妈老师 想要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方法解释给你们听 变老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那你们要先戴上你们的想象帽 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每一种生物 不管是动物 或是植物 它身体里 都有一个魔法时钟 这个魔法时钟 不像是你平常看到墙上普通那种时钟 只是告诉你时间哦 这个魔法时钟 超级特别 因为这个魔法时钟 计算着不同生物 可以在地球上生活多久的时间 比如说 有很多小昆虫 它身体里的魔法时钟 就转得很快 它们只有几个礼拜 或是几个月的时间可以活 那像大象的身体里面的魔法时钟 就转得比较慢 大象能活60到70年 那有一些大型的乌龟 像是加拉巴哥巨龟 英文叫做Galapagos tortoise 就有一个转得更慢 更久的魔法时钟 它们能活到100多岁 那更有趣的是 你们知道很多树 可以活得比动物更久 像是有一种松树 叫做赤山 它英文叫做Bristle cone pine 这种松树可以活到好几千年呢 各位小朋友 你们可以请家里的大人 帮你Google一下 这种松树长什么样子 妈妈老师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觉得它们长得好特别哦 看上去很像是一个 很老很老的树爷爷 那各位好奇的小朋友 你们一定会想 那我们人类的身体里 也有这个魔法时钟吗 答案是有的 我们目前人类的魔法时钟 可以让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活到70或是80岁左右 但很多人可以活得更久 你们知道全世界 现在年纪最大的奶奶 已经116岁了 哇 可是 为什么妈妈老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跟你们讨论这个魔法时钟呢 这个魔法时钟 跟变老有什么关系啊 原来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跟着我们身体里的魔法时钟 越长越大 像你们身体里的魔法时钟 刚开始转的时候 你们都是刚出生的小baby 很多事情都不会 要大人照顾你们 然后随着你身体里的魔法时钟 一直转 你们就越变越大 越变越强壮 越变越独立了 那你们每一年过生日的时候 你就又长大一岁了 可是好玩的是 你也变老了一点点 那当然你也变得更聪明 更有经验了 可是妈妈老师这边 要跟你们说的就是 其实变老 就是长大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魔法时钟 转动的过程中 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每一个人都会长大 变老 嗯 我也有发现 我每一天都在长大哦 而且啊 每一年生日的时候啊 妈妈会帮我量身体有多长 你知道吗 我都有越长越长耶 而且我的体重也越来越重了 然后还越来越有力气哦 我现在可以一口气爬很远 都不用休息哦 小书虫你真的很棒耶 那妈妈老师也想要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越长越大 或越变越老的时候 我们的外表 也就是我们长的样子 也会变得有点不一样呢 各位小朋友 你们也可以跟着小书虫一起想 如果你们看你们小时候 baby时期的照片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圆滚滚 胖嘟嘟超级可爱 那随着时间 你越长越大 也开始越变越高 体重越变越重 而且身体能做的事情 也变得不太一样对不对 像你刚出生的时候 也不会走 也不会爬 可是后来越长越大 你又开始学会怎么爬 怎么走 那妈妈老师想要问你们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 会一直这样子改变呢 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头 有一个特别的东西 叫我们要长大吗 小书虫你猜的没有错哦 我们的身体里 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告诉我们的身体 告诉我们的身体 什么时候要长大 什么时候要变老 这个东西就叫做DNA DNA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很像是一份食谱一样 各位小朋友 你们可能都有烤过蛋糕 对不对 然后每一种不同蛋糕的食谱 都不一样 然后你们照着不同食谱 做出来的蛋糕口味也不一样 那有时候食谱里面 可能要你多加一些发粉 那烤出来的蛋糕 就会变得比较大 那有些时候 食谱里面可能说 要多加一点糖 那烤出来的蛋糕 就会比较甜 所以DNA 其实就很像是一个决定 我们身体怎么长的食谱 DNA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指令 这些指令会告诉我们的身体 怎么长大 怎么变老 然后好玩的是 每一个人的DNA都不一样 像是妈妈老师 有属于妈妈老师特别的DNA 小树虫 你也有属于你 特别的小树虫DNA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得不一样 也用不同的速度 在长大和变老 那各位小朋友 你们知道科学家 叔叔和阿姨 他们在研究DNA 怎么样让我们人类变老的过程中 还发现了另外一个 非常有趣的东西 它是在DNA上面的 这个东西叫做端粒 英文叫做Telomere 科学家们发现 端粒跟人类变老 特别有关系 他们发现 我们越长越大 或越变越老 端粒也会变得越来越短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 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你们平常用蜡笔画画 那蜡笔用越久 就会越变越短 那你们知道端粒变短 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们发现端粒变短 就会让我们的身体 起非常多的变化 那我们身体有一些 之前能做的事情 或是我们身体的功能 会变得比较慢 或是没有之前那么好 很像是 你如果用一个东西 用了比较久之后 东西旧了之后 就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平常会说的变老 原来是神奇的D D D什么 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了 是DNA 是DNA和端粒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变化 会长大也会变老 我懂了 可是那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年纪年纪很大 却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些人明明还很年轻 看起来却比较老呢 小树虫 你真的很棒 观察得非常仔细耶 那你还记得妈妈老师刚刚说 端粒会因为一个人年纪变大 变得越来越短 可是你知道其实端粒会变短 不是只是因为一个人年纪变大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会影响到这个端粒 让它越变越短 那各位小朋友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 像是什么事情会让端粒变短 对不对 那妈妈老师可以分享几个 像是环境中的污染物质 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 或是太阳里面的紫外线 或是有些时候 一个人的压力太大了 太紧张了 这些都会让端粒变短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生活习惯 像是一个人 他如果常常晒太阳 在大太阳下面 可是不涂防晒油 或是他吃很多很多的垃圾食物 不健康的东西 或是他没有好好睡觉 没有好好休息 或是他每天都很紧张 这时候这种人 就比较容易变老 那各位小朋友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小孩 还有大人 都要吃健康的食物 都要保持健康的作息 都要好好的睡觉 常常运动 有这些好的生活习惯 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 好好地保护我们的端粒 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跟爸爸妈妈 都要多吃一点好的食物 要睡饱饱 还要多多运动 这样子我们的端粒 才可以不要那么快变短 身体也可以健康很久咯 没错 小树丛你说得非常好 各位小朋友 希望你们今天有学到 很多跟变老有关的 有趣小常识 像是原来每一个人 都会变老 而且我们身体里 还有神奇的DNA 那妈妈老师 其实还收到了 很多很多其他小朋友 寄来问关于变老的问题 像是老人的头发 为什么有些时候 是白色的呢 还有 为什么有些老人 走路的时候 要用拐杖 还有一个小朋友很可爱 问妈妈老师说 那请问老人 喜欢学新东西吗 妈妈老师觉得 这些问题都非常棒 不过 我们今天已经讲了 很久很久了 所以我们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在下集当中 妈妈老师会跟你们 继续一起探索 一起学习 一起去讨论 关于变老的有趣问题 那我们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各位小朋友收听 妈妈老师 我想问问题 各位小朋友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超级好奇 超级会问问题的小孩 所以如果还有其他 你想到 而且想要问的问题 什么样子的问题 都可以 也欢迎你们 跟妈妈老师分享哦 可以请爸爸妈妈 或是家里其他的大人 用手机把你的问题 录下来 记得在问问题之前 你要先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今年几岁 以及住在哪一个城市 再问你想要问的问题哦 录好的音档 要麻烦大人寄到 askmama老师 at gmail.com 我们会把email 写在节目的资讯栏中 各位小朋友 妈妈老师真的非常期待 听到你们 各式各样的有趣问题哦 最后 还有一件事情 妈妈老师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 除了podcast之外 如果你们想要用 看的去学习 妈妈老师 其实还有一个 YouTube频道 就叫做妈妈老师 我们在频道上面 会一起探索 一起学习 很多不同的有趣主题 也欢迎你们去那里看看哦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